因为实际上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军事战略格局里面 我们看到它最新的新军事变革的方针 就所谓更小的规模 更强的能力 其实这里面没有讲出来一句话 就是原来很多美军在一线所承担的任务 要有所谓地区伙伴来承担 要你来承担给他义务 那对于日本来说 日本当然也认为这个是逐渐走向所谓正常国家 发挥政治作用当政治大国的一个机会 那么当然在这样一个同盟结构中 就是他认为不是机会 那么恐怕日本也要把它变成机会 拒绝的机会也很少 因此未来包括您刚刚讲到的一些基地 像前一段时间传出来在菲律宾 美国的这些演习任务当中 日军会在整个美国太平洋战区的计划内进行卷入 通过轮助这样的方式卷入进去 这个情况我认为未来恐怕会更加频繁